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号上午 山鸡哥在林圣华房间 周围游荡 许文强也在 许文强是巡逻 你是游荡 用词不一样 是 为什么说我叫巡逻 你就叫游荡 因为我看到了 强哥在那个地方 巡逻 巡逻 完了我先打电话 我跟那个人对接 完了以后 我再去跟他说那事 这个电话不方便被厂哥听到 感觉有这个嫌疑 不然你没必要避开他 咱们都是自己人 对 咱们都是自家人 不是 我不怕他发现 就是因为我在打那个电话 我要亲近 我一个人我要对接 什么电话 就是一个对 下一个获主的对接人 你这是在华叔的房间附近 游荡 对吧 你这电话打得有点进院了有点 华叔房间有什么秘密 但你看到第一条了吗 二十四日下午 许文强带着半成品冰毒出村 验毒报告 半成品冰毒 对 所以他能接触到半成品的冰毒 强哥 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 但是这些半成品的东西 出现在了华哥的饭菜中 对 而且二十五号上午 许文强是在 林盛华房间周围巡邏 因为我是一线的 我搞销售的 我去弄了半成品的货 然后打电话出给夏家 然后第二天上午 回到工厂的时候 我在工厂附近碰到了 徐蒂尔达 啥时候 啥时候 你还问我啥时候 咱俩没碰见吗 我没碰见你 你没看见我吗 那你肯定跟踪我 我跟踪你干吗 因为我没看见你 然后呢 跟他们知道的信息是一样的了 今天就是 我来这个地方 溜达一下 正好被你碰见了 好 之后我就听见那个 华哥 华哥的呼喊声 然后后面跟你们看到的一样 一个人 打了一个人没打着 房间外面是刚刚那个 奴的那个位置吗 对 那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不是 我刚刚就已经写完了 我先给你分析 就是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这个狮 你这个哼是什么意思 这是字面意思 你今天还有第二声 你看看 我是给你推着凶手 是怎么死的 尸体躺在那个地方 完了他手里有一个扣子 那相当于是跟人近战对打过了 那为什么会近战对打过 首先 一定是外面的那个人 用炉射了一箭 他走进了以后看了他 他想挣扎 完了他拿刀捅他的同时 他握住了那个人手的袖子 把他扣子给扯下来 然后最后的那一枪 是给他补死的 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 谁出现在这个华哥的附近 房间附近的人 现在是嫌疑最大的 对 还有一个 而且感觉 对他想杀死手的人不止一个 因为有用弩的 有下毒的 有拿刀的 有拿枪的 我不跟你说六七个吗 也未必 有可能是一个 这个弩有可能是凶手打死他 用枪打死他之后插上的 到目前为止 瓜哥有很多细节说不太清 对 瓜哥你这个进人房间 然后这个山姬也说不清 因为他看见强哥巡逻以后 他那个电话很私密 我的电话是个秘密 我不能说 你看 所以说有问题 目前为止我觉得 尽快解决掉他 他可能是警方的卧底 我觉得杀人的事 警察看不出来 有点是我们内部有 仇杀 有一个仇杀 但我怀疑警方在我方 肯定是有卧底的 但是我25号回来的时候 我路过这个三号院的时候 我看见他在门口东庄西望 瓜哥你从左儿待到街儿 你一直来 你干嘛呢 都风化了在门口 你住这儿吗 不住这儿 我住这儿 这是三号院 你住这儿 你不是三号 他是三号 但是他不住华哥门口 你天哪干嘛呢 我现在是不是三号的 都已经 门卫 大家都不承认了 现在是不是三号的 各位请注意 只有一天的时间 请抓紧时间 小得 各位如果在这里 你们找不到 蜜语的线索的话 也许在他们工作的地方 你们能找到线索 工作的地方 他们工作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带你们去 那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